好,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 项目销售业绩表 我们要画的是组合的长条图 也就是所谓的群组 长条图,直条图 你看到像这样子 项目销售业绩表,有没有 然后它的画法是这样子 图表表示是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下面这个数字有没有 没有加万元 是因为你万家加万元,他干嘛挤不下了 所以没有加万元 我们直接在上面加万元而已 那这要怎么去绘制像这样的一个图表呢 很简单,我们到范例这边来看 首先我们把A3储存格到A8储存格框起来 框起来后,我们选择插入里面的 建议图表里面,你可以自己选一个 群组直条图 然后注意到要123四季 OK,确定 那有的人说 不好意思,我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四季有可能是什么 因为你的 选的那个 图表的什么样 蓝列有 变化 注意到 这样的方式是干嘛 以畸形 跟合计 有没有 那我们把它再切回来 切换列语来 在图表设计这边有没有 你把它切过来 变成什么 再按计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按计 按计来 所以特别注意到的 然后好了以后呢,第二件事情干嘛 我们可以把这些格式 有没有 先把它做一些什么设定 比如你要用什么字形 多大的字有没有 你就自己先设好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 先做一下 直接做 先把我们的基础 先设好 让它比较清楚 因为看起来 就比较方便 我们看 有没有 有没有 那图表标题呢 不好意思 就跟这个 A1储存格这个 一样 项目 有没有 销售业绩表 这个 然后这个字形呢 你可以自己一样 点一下 框起来 你可以自己选 你要什么字体 然后呢 你要不要加出 什么颜色 看你要什么颜色 那 有人说我要这种颜色 可以 没有人管你 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做什么事情 这边都设计完毕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 变更我们的图表类型 所以在图表设计里面呢 我们要 变更图表类型 把合计 拉出来 注意到我们要把它变组合图 把合计拉出来 所以我们把它 往下移 最后这两个 都要群组直条图 全部都是群组直条图 然后呢 我们要把合计的这个 副座标子打勾 把它打勾去掉 所以这边要打勾了以后呢 确定你就看到 合计会在哪里 会在中间 跑到中间来了 跑到中间来了 好 然后再来我们点合计的地方 点一下以后呢 我们选择 格式里面的格式化选取范围 或者你按滑鼠右键 有没有 选择什么 资料数列格式也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然后进来以后呢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 数列重叠有没有 我们要把它设多少呢 我们要设-15 -15 分比 然后我们的类别间距呢 我们要给它设的是 10 这样子 然后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就看你个人 你自己觉得你的图表大小 来判断 没有绝对的标准值 因为这个有大 突然有大有小 你要自己去判断 这个没有绝对值 没有绝对值 然后再来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刚刚跟你讲完了 这边设好了以后 我们干嘛 要开始做它的一些格式 因为我们要把它 透明化 所以我们点这个 填满的地方 我们要选的是 建成填满 然后是线性的 线性的建成填满 特别注意到 旺夏宜 你要选的时候注意到一件事情 干嘛 这里面要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 这边会有停住点 你要先把第1个停住点 是变什么颜色 变蓝色 这个浅蓝 第2个停住点 我们要把它变成干嘛 白色 白色 好了以后 注意到蓝变白以后 我们再来干嘛 做所谓的线性 然后方向是什么 你就要看 上面是蓝的 下面是白的 让它 它 有一层建成 有没有 建成 然后再下来 注意到 我们的位置 是多少 100是这一颗 然后我的透明度 要多少 90% 有没有 刚好到这里 刚好是 90%的透明度 好了以后 特别注意到 我们没有问题 以后 我们要开始做 垂直 轴的一些设定 第1个 我们要做什么设定 这个 隔线 我要去掉 所以要点一下以后 按Delete 把隔线 删除掉 隔线删除掉 第2个 我们要点这里 我们要把 垂直轴 主轴跟 负轴的 数据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点过来这里 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的 干嘛 刻度 有没有 这边 做要选项 最大值要改成多少 改成3000 然后看一下 主要值是不是500 对 他也是500500 跳一个 然后次要是100 两边都一样 两边都一样 然后这时候 我们把右边 做一下什么 粗体 Area 字形 我把字形做 两边要把它射成一样 好 射一样以后 再下来了 我们来 痛到一个情况 干嘛 我们点 合计的时候 注意到一件事情 合计这边 你要把它 先干嘛隐藏 先把它 选取资料 图表设计里面的选取资料 先把它隐藏起来 确定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图表 有没有 点一下 随便的一个数据 点一下 然后选这里 我们要设定 数列重叠式 收到0 有没有 然后呢 类别兼具的部分 我们要选择的是150 让它类别兼具 不要那么远 有没有 拉的比较开一点 比较开一点 那这个值150 你要是觉得干嘛 太小 还可以再干嘛 100 一直往上提都可以 有没有看到 这个距离会越来越近 这就要看你个人 我上次有看到一些学生给我提到什么 50 有没有 可是我跟讲你挑50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点 我先让那个 合计出来 你会看到干嘛 你几乎跟合计是干嘛 一样的 有没有 所以 我会建议你干嘛 你在那个 数列 这四个数列里面 它的这个 类别兼具 不要50 你最好 最少要给它干嘛 100 让它 比较 窄一点 不要 满满的 满满的 好了以后 我们才来把 合计 跑出来 让它出来合计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在上面干嘛 加什么 资料标签 有没有 我把它关掉 点这个加号 我们选资料标签 它打勾 然后再往右边有一个 终点外侧 没有错了 然后把它点一下 这里面的字形 你可以自己干嘛 再设一下 B 出体 我要 正黑体 或者你要Alior 你看一下什么字体 自己设 然后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大小 有没有 那我现在大小不设 然后底下的也是一样 你到时候 看 然后最重要一点是 我们刚才讲的 这边我们是以什么 万元为单位 有没有 所以我还是一样 格式里面我选 格式化全曲范围 合计的这个 然后注意到要往下面 数值这里 这里会有通用格式 你要不要改 改成我要的 紧号 逗点 紧紧紧 有没有 这个代表 干嘛 三位数一撇 没 不够的话 不补零 不够不补零 然后再加 我要加的中文字 万元 记 然后再创刮号 至于到 字串前后 再创刮号 有没有 好了 要点新增 把它增进来 有没有 这边就会写什么 万元记 有没有 那你也可以干嘛 如果说你今天 不要万元 有没有 不要万元记 也可以 你就干脆改成什么 万元 有没有 新增 有没有 它就会变万元 然后 然后这样子来讲 我们这张 图表有没有 就完成了 非常的 好看 非常好看